128題將實驗記錄的數據依步驟6 匯製50公克水與50公克甘油的加熱時間與溫度變化的關係圖如右 由實驗記錄及匯製的圖判斷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A加熱相同時間時50公克甘油的溫度變化較50公克水大 是因為甘油獲得較大的熱量 這個是錯的 我們用相同的熱源加熱相同的時間 他們所獲得的熱量是相同的 選項A是錯的 選項B 我們發現在加熱相同時間時50公克甘油的溫度變化較50公克水大 可推之以同一熱源加熱相同質量的不同物質 若加熱相同時間 甲的溫度變化大於乙 那我們從圖上看到我們加熱相同的時間 我們甲的溫度變化比較大 乙的溫度變化比較小 所以後面這個敘述是對的 同時從前面的話當中我們可以知道 甲就是所謂的甘油 乙就是所謂的水 所以選項B的說明是對的 而選項C說 推測甲代表50克的水 以代為50公克的甘油就是錯的 那麼選項C說 若以同一熱源加熱相同時間 發現50公克水與50公克甘油加熱時間與溫度變化階層反比 我們從圖上看到 加熱時間與溫度變化的關係圖乘一條斜直線 乘斜直線代表乘正比的意思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因此第28題問我們說 由實驗紀錄及繪製的圖判斷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我們發現在加熱相同時間時 50公克甘油的溫度變化較50公克水大 可推之 以同一熱源加熱相同質量的不同物質 若加熱相同時間 甲的溫度變化大於乙